孙权这个人在三国历史上是存在感不是很强,就感觉他好像就在自己的一余之地一样天年享受生活了。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真正的认识了孙权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位比较有意思的君王,晚年的孙权性情大变,废孙子杀儿子,是老糊涂,还是性格使然。 为什么有人说他是金发碧眼的混血儿? 这里是小豆芝历史,订阅我,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 混血儿 三国志中描写孙权的外貌,方一大口,闭眼子然,闭眼子然。 绿色的眼睛,紫红色的头发胡须,这不是白种人的体貌特征吗? 稍懂常识的人都知道,黑眼睛黑头发的一对汉族夫妻是肯定生不出绿眼睛紫红头发的娃娃的, 而孙权的父亲孙坚在三国志中并没有说外貌异于常人,并且是东南方的世家,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孙坚是黑眼睛黑头发的汉族,可孙权为什么是闭眼子然呢? 唯一的突破口就在于孙权的亲生母亲。 三国志记载,孙权的母亲吴氏是孙坚的正事,史传中称为吴夫人,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吴太夫人。 据三国志吴书《废评传》记载,他本是吴郡人,吴郡的郡志在吴县是个大范围的地理概念, 也有一种说法是现今的浙江省建德世人,当时属于吴郡赴春县, 父亲吴辉,自光修,曾坐过东汉的凤车都尉,官至次使, 由此看来,吴氏家族也应该是有一定的地位和势力的, 如若孙权的母亲真的出身于东南的本土世家,何以会闭眼子然呢?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是父权制,一名男子可以有一名正氏, 多名偏房小妾,小妾生的孩子既养在正氏的名下的现象非常普遍。 所以,孙权的亲生母亲不是吴夫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孙权的亲生母亲很可能是百种人,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或者北欧海道里的女性成员, 而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西汉时代,朝廷为了战胜匈奴,曾经派遣班超等人广泛深入西域各国, 西域国家附庸汉朝,古代的朝贡礼物中常常含有美女。 所以,作为东汉末年的吴国前妻的实际统治者, 孙权或得西域胡人美女的可能性很大, 只是因为稳固东南势力,胡人美女不能见光, 所生的儿子孙权才寄养在吴夫人名下。 所以,孙权是混血儿的可能性很大, 废孙子杀儿子。 起初,这件事是孙权的家务事, 大家都读过三国,刘备,曹操,孙权, 这三个人里头,刘大尔多活了63, 曹阿满66,孙胡子是最长久的, 整整活了71个年头。 孙胡子活得长,也就带来一个问题, 他的儿子太多,足足7个,当然没曹操多, 人有25个,比刘备强, 他一共才三个儿子。 咱就来说说孙权的这七个儿子, 先说老大孙登, 应该说孙权对这个儿子是最看重的, 策立他为太子之计。 特地把诸葛锦的儿子诸葛克, 张昭的儿子张修等一拨人叫进宫廷, 陪他一块读书, 起码涉又找来成饼, 张温给他做老师, 曹操曾索要孙登做人质, 也被他一口回绝, 而且孙权还为孙登找了个好亲家, 迎娶了周瑜的女儿做太子妃。 但老大孙登和老二孙绿的寿数都远不如他老爹, 很早便去世, 孙登死于241年, 年仅33岁。 所以按照力敌以偿的惯例, 老三孙和变成了太子, 担任孙和的太父者便是看责, 三国演义中苦肉计的关键人物。 但孙和的地位就不如孙登那般稳固了, 因为他面临巨大的挑战, 挑战者便是他的弟弟鲁王孙霸。 孙霸为什么敢于挑战哥哥孙和, 很大原因就是孙权的宠爱, 虽个为太子和鲁王, 却没有礼仪上的上下之分, 在同一公式中隐时起居, 待遇差不多, 慢慢的臣子中某些人便看出了端倪, 判断孙权有意改离孙霸, 于是权从的儿子权继, 诸葛克的儿子诸葛绰等等一些人, 便站到了孙霸的背后而进一步, 东吴的几个重臣如权从, 布纸, 屡带等也或多或少地支持孙霸, 当然, 如此一来孙和便危险了, 起初孙权的对策是禁止这兄弟俩 与臣子往来专心学习,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此时孙和的母亲王夫人 又和孙权的女儿权公主发生矛盾, 于是权公主也加入了陷害的队列, 这位权公主就是孙大虎不得了的女人, 在大虎的设计之下, 王夫人忧郁而死, 孙和更加危险, 但是, 当时东吴帝国的第一大臣是陆迅, 权从曾将此情透露给陆迅, 其实是希望他能支持孙霸, 但陆迅却写信警告权从, 说你纵容儿子参与党争, 一定会照来祸患, 让他学习汉朝今日滴沙子, 结果权从和陆迅又闹饭, 实际上, 孙权此时是有意改立孙霸的, 曾有人偷听到他和孙霸党羽的谈话, 于是将此事传给孙和, 孙和又与陆迅密议, 最后还是陆迅极力劝阻, 结果最后是陆迅被孙权气死, 但是孙权亦是也不利孙霸, 大家都知道, 东吴有四大家族, 顾鲁朱章, 顾庸曾任丞相, 他的孙子顾坛等人坚挺孙和, 结果遭权从陷害, 流放娇州, 而因为陆迅的劝阻, 孙权也看到了两党内斗的后果是东吴的分裂, 于是他做出最后决定, 两个都不用, 心力幼子孙亮做接班人, 二百五十年, 孙权终于出手, 第一招是将孙和幽进, 此时的东吴丞相是诸桓从帝朱俊, 同时他还是孙权的驸马, 妻子是孙小虎, 但孙小虎和孙大虎不同, 大虎支持孙霸, 小虎则支持孙和, 所以朱俊也支持孙和, 此时孙权要费孙和, 朱俊自然也遭殃, 因劝贱而遭贬, 此后更被刺死, 当然, 东吴因这件事, 遭难人数远不止朱俊一人, 多达数十人, 而孙权的第二招也随即到来, 那就是废除孙和, 貌似此时孙罢胜了, 但他爹一转身便赐他一死, 包括他的党与权继等也全部诛杀, 随后孙权便宣布立孙亮为太子, 到此, 二宫之乱才完全终结, 但对于东吴而言, 顾、路、 朱三个家族都遭到打击, 实力因内耗而严重受损, 孙权想得很奇葩, 他居然认为诸葛亮可以扶持起蜀汉, 诸葛克也就能扶持起他的儿子孙亮, 结果确实, 多年之后, 诸葛克先行一步, 死在了东吴的内讧之中, 所以, 这一场长达八年的内讧, 基本终结了东吴的盛事, 为何性情大变? 我们来看, 孙权晚年都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在三国中间, 刘备政权的主体是外来政权, 依靠的是外来势力, 和本土势力关系非常不好, 因此, 很难得到本土势力的大力支持, 所以最先灭亡, 曹魏政权则相反, 过度依赖士族大兴的支持, 最终被司马懿夺权, 相对于刘备和曹操而言, 孙权的东吴最后才灭亡, 就是孙权政治路线正确的结果, 孙权没有过度地依赖哪一方势力, 而是在各方势力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所以能够长期维持自己的统治, 到了孙权的晚年, 孙策的政治班底早已老去, 退出江湖, 在孙权的嫡系人马中, 外来势力逐渐凋零, 江东四大家族迅速崛起, 为了维持政治平衡, 孙权不得已采取一系列措施, 寻找不同的借口, 严厉打压江东四大家族, 甚至不惜逼死陆逊, 杀死了不少江东四大家族的人才, 为了巩固东部的政权, 他还废掉了自己和江东四大家族, 走得太近的太子, 可以说, 孙权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做出的一切选择, 都是为了维护孙氏江山, 让各派势力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如果有哪一方的势力过大, 孙权就会出手打击, 这一切都是一个成熟政治家, 必须采取的政治手段, 也是东吴能够坚持到蜀国和曹魏灭亡之后, 成为三国中最后一个才被灭亡的国家, 对于一个实力并不强大的国家而言, 孙权能做到这个程度实属不易, 谁又敢说孙权是一个昏君呢?